中发的荣誉就是2018腾讯视频 星光盛典年度最受欢迎音乐MV 请看大屏幕 恭喜火箭少女101Lite 获得年度最受欢迎音乐MV 有请火箭少女101 领取属于你们的荣誉 火箭少女101 恭喜 无疑是2018年收获最多关注 和喜爱的年度偶像团体 他们不仅拥有超高人气 在音乐的领域也横冲直撞 Lite单曲MV首日播放量 便突破300万大关 优美的旋律 励志的歌词 极佳的表现力 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 年度热门歌曲 2018腾讯视频 星光盛典年度最受欢迎音乐MV 火箭少女101Lite 恭喜喊出她的名字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火箭少女101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Lite的喜欢 与对状这张粘集的支持 同样我也非常喜欢Lite里的歌词 青春就算受一点伤 也要去 哦 哎 不唱我就不知道了 青春就算受一点伤 还是要去闯 对 非常可爱的老干部 然后谢谢腾讯视频 谢谢娃吉吉娃 谢谢我们这支MV的导演 黄中平老师 谢谢所有粉丝以及大众 对我们火箭少女101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会继续带更多好作品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火箭少女101 作为这个腾讯视频的青春代言人 在这里我们祝腾讯视频六周岁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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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谢谢 也代替吴清风说谢谢 你们这支部词这么的喜欢 好了 2018腾讯视频新光盛典年度节目 新锐之星 请看大屏幕 欢迎超越 欢迎超越 恭喜杨超越 获得年度节目 新锐之星的荣誉 有请超越 杨超越 出道后的综艺首秀 她用可爱 耿直 机敏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次是代表自己 挺努力幸运 以个性成就别样综艺色彩 她就是 2018腾讯视频新光盛典年度节目 新锐之星 杨超越 非常开心能到拿到这个荣誉 然后以后我会多多继续努力加油 然后超越更好的自己 然后也希望 也谢谢粉丝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超越 恭喜超越 超越刚才你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 我看了一点都不怕 刚刚好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对于超越来说 可能性很大 我们刚才说到 她获得的是这个综艺方面的 一个我们的荣誉 其实对于超越来说 在我们的同学视频当中 非常多的现在的综艺节目 比如说 心动的信号 还有超新星运动会 都参与了 我问你个问题 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想法 想象综艺方向 或者是不同的类型方向 打开自己的另外一扇大门 我说的慢一点 我说的慢一点超越 接下来马上2019年 有没有新的计划打算 我不知道看老板们 他们有给我接美吗 老板就在台下就做 希望各位老板 给超越更多机会 是的 因为超越是我们大家都 非常喜爱的艺人 然后他非常有综艺感 我们也希望超越在2019年 可以在更多的节目上面 跟大家见面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不好 再次的恭喜恭喜超越 谢谢 恭喜超越 谢谢 很可爱的女孩子 谢谢杨超越